运河人家民间史 是被忽略的历史 他们一百年前在同一艘船上 现在他们的后代 养出在特别的院子里 像一家人一样 莫天皇 大家是不是都盼着我们买船 现在这运河呀 水也少了 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抛船 可能他们上辈子都属于吧 可惜时代过境了 三 二 一 不管时代怎么样 可你能掌握你自己 你眼睛里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 你知道吗 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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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相信你自己 每一个背景离乡的笔票 出发 好 都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 你从小就憧憬未来 我其实心里有够怀疑 但更多的 是救护 你从中又差一步 我不想输啊 咋问这个大运河 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只要我们不放弃 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 小时候 我们都特好奇 船杂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不管我们未来去到哪儿 都希望能像今天一样 当一辈子的新人 到了 你的故事 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